好,今次的主題就是 用聖經和聖靈的能力在我們侍奉中 當然聖靈是主導的 聖靈是主,是神 我們只是給聖靈帶領我們 但我們也是在聖靈的能力之中 在聖靈的能力之中侍奉 因為我才有這個見證 所以我現在想用這件事來做一個教導 幫助大家如何在聖靈中運作 以及在聖靈的話語中運作 聖靈話語運作就是 我們一向的教導 甚麼都跟從聖經 希望大家可以看我們Zoom上網 參加這個Zoom的聚會 就算你不參加都可以的 有些人參加都很快進步 解釋聖經很快進步 懂得處理生命 這個習慣了聖經的運作 聖經運作我不詳細講 因為我們有很多教導聖經 但聖靈的運作是我們需要學習的 怎樣在聖靈中運作 那我就去解釋 你告訴他們 我現在講的 它可以翻譯 現在翻譯 現在翻譯 因為我現在講的 非常重要 這個聖靈的運作 首先我們自己祈禱 我會感受到聖靈的同在 這個是我們需要學習的 就是多親近神 從心靈深處愛慕神 感激神 當我們習慣了從心靈深處呼叫神 愛慕神 我們會感受聖靈的能力 流過我們 有些人說我沒有 那怎麼辦呢 我們就留意聖靈感動 我們悔改 第一個是每個基督徒都有的 悔改 知罪 認罪 離開罪 我們每個基督徒都有的 那這個是起步點 這個起步點之後 我們就開始會感受 有時聖靈叫我們做一些事情 譬如說幫這個人 聖靈給我們信心去做一件事 去怎樣侍奉 聖靈會提醒我們 我們就留意這些聖靈的聲音 因為聖靈會把真理指示我們 祂是真理的靈 祂會指示我們 指示我們當行的路 我們就同時感受聖靈在場合的運行 這就是當我們在神的同在 之中我們感受 有什麼聖經根據呢 就是在啟示錄一章十七節 約翰看到榮耀耶穌 他跌到地上 即是他感受到聖靈的能力 保羅在《士路人傳》第九章 當他看到耶穌基也跌到地上 這是強烈的同在 但未那麼強烈 就會有遙動和能力流過 或者暖流 或者心裡舒服 心裡平安、輕省 這些都是聖靈在心中運行的跡象 在我傳福音的時候 我會留意這個人的反應 譬如他的心是否開放 他有沒有開放的心 他的反應是怎樣 另外呢 我會留意跟他聊天的時候 聖靈的運行 譬如我看到他聽到神的話語 他的心裡有反應 以及我感受到聖靈在運行 即是更強烈的聖靈同在 我就知道這個人是很開放 那我知道他開放的時候 我做的就不同了 譬如他 講也都一塊魂一樣的 又沒有心機的 在那裡發夢一樣的 那我知道他的心未開 他的心 即是心有東西卡住 那我做的方法就不同了 即是他卡住 那你還在那裡 你自己祈禱他都去不到那個位 他不去到那個位 所以我便幫他處理他的問題 譬如幫他把他的問題帶到耶穌 你想得到安慰和釋放 他可能想得到安慰 得到釋放 得到平安 得到喜樂 即是他想自己的多些 他自己的需要 我就根據他的需要回應他 如果那個人未經歷聖靈 即是他的心未開 但有些人的心開 我試過很多次的 其中一個例子 我舉例給大家聽 這就是我們留意到聖靈的運行 聖經根據是甚麼呢 因為神在我們心亂運行 我們立志行事 都是神在我們心亂運行 為要成就祂的美意 這是肥律比書2章13節 我們立志行事 都是神在我們心亂運行 為要成就祂的美意 就是基督徒有神 神在我們心中感動 我們叫我們立心去做 以及會遵從 這就是聖靈造工 聖靈感動我們 我們會遵從 我們會回應 會立心遵從 聖靈會感動我們 他也會感動那個聽道的人 即是那個聽道的人的心開 他就會有回應 聖靈在他裏面 感動他立志行事 他就開始改變了 他開始改變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趁聖靈的工作 在他心裏面做工 我們就讓他知道 他剛才所經歷的 我試過一次的經歷是這樣的 我去到曾經有一個傳道人 我不認識他 有另一個傳道人我認識的 這個傳道人 他就 另一個傳道人就說 我教會有一個人有邪靈 因為他邀請了偶像去他家 於是有邪靈 我就跟他說 他就說想找馬國棟 去趕邪靈 我就說如果你找馬國棟 有一段時間都找不到 不如我今天跟你去醫院 去那裡祈禱 跟他趕邪靈 跟他趕邪靈 然後整個人都鬆開 醫生就說他以後 即是可以出院 初來就說要入精神病院 現在可以出院了 而當時有一個女子 大約二十多歲 我跟他祈禱 很明顯看到聖靈的運作 我跟他祈禱 然後整個人就充滿喜樂 後來又哭 我問他發生什麼事 他就是神的喜樂臨到他身上 還有神就把他的重淡拿走 所以他就哭 他以前的憂傷就釋放出來 我很明顯看到聖靈的運作 這是比較強烈的情況 不是那麼多人是這樣的 其中一個就是剛剛這個弟兄 當時我跟他聊天的時候 我就發現有這個情況 就沒有那麼強烈 那個人是信了耶穌的 我跟他祈禱他就經歷了 這個弟兄當時還沒有信耶穌 但我跟他說的時候 他的心是很開的 即是他很渴望 我就看到他的反應 我知道聖靈在做功了 我就會讓聖靈繼續做功 以及放下我做的事 讓聖靈在他身上做功 就是聖靈讓他 我就說你自己渴望神 因為我就想他的心靈開通 他去神那裡 他找耶穌 他找耶穌 聖靈就做功了 這就是我想當時所發生的事 我們在事奉和生命中 如果我們留意到有些什麼工作 是聖靈在做的工作 我們就讓聖靈繼續做功 譬如在這個聚會 你感受到聖靈的運行 你就趁聖靈做功的時候 就讓聖靈繼續做功 譬如今天 我為這個弟兄 我不說他的名字 他是新來的 他身體上有些毛病 起初的時候他祈禱 就是很誤性的 我說你不要用我的祈禱 你跟我祈禱 就是呼叫耶穌 是不是耶穌聽不到 所以要呼叫這麼多次 不是 而是他呼叫耶穌的時候 他心開 他立刻搖動 呼叫耶穌 整個人就搖動 就是聖靈的能力 我們怎知道是聖靈工作 因為令到他渴慕神 現在渴慕耶穌的時候 運作 所以這是聖靈的工作 我知道的時候 我就知道繼續去保持 幫他保持 這就是我們幫助人的時候 首先我想跟大家說 我們幫助自己 我們怎樣自己 時時留意聖靈的運作 時時留意 當我們看聖經 聖靈忽然有句話 我立刻回應神 聖靈感到我做不一樣 我立刻回應神 而我覺得心裡平安 興省有力量 我知道我和聖靈 聖靈帶領我 我現在順服聖靈 我就與聖靈同工 這件事在運作 在傳福音 以及在幫助人的靈命 都是非常重要的 而我們保持聖靈的強烈同在 我曾經說過 如何被聖靈充滿 幾樣 第一個 憎恨罪 悔改憎恨罪 求主赦免 和離開罪 就是讓罪 不要攔阻我和神的關係 第二 我有聖經 我跟從聖經 深信聖經的說話 第三 我相信神很想充滿我 很重要的 不要覺得神很遠 神很想充滿我 神很想大力祝福我 第四 就是用心靈去敬拜 整個心靈愛慕神 越用心靈愛慕神 神的同在越強烈 這是可以學到的 我給大家 分享給大家 就是 你學到用心靈祈禱 心中意神 就像我現在說的 我一直在想耶穌 我全身就感覺到神的能力 這是可以學回來的 做操練回來的 操練的時候 千萬不要覺得我在操練 是真正的神 不過我操練 心靈開放 我真的在心靈開放 感謝神 多謝神 神的同在就加強了 然後 我先講幾樣 如何保持聖靈充滿 第一 悔改離罪 憎恨罪 離開罪 第二 第二 聖經 作為我們信仰根據 有信心 第四 用心靈誠實 長時間的親近神 第五 就是渴慕 很想被四年充滿 第六 就是遵從神 尤其是大使命 我要遵從神 以及處理生命 生命所有的垃圾都要處理 另外就是 按手祈禱和集體祈禱 是有幫助的 譬如我們集體祈禱也是一樣的 趁那個時間 但心投入 一投入 神的工作就強烈了 後面一位姊妹 她是有腰骨問題的 我跟她祈禱很多次 她搖得很厲害 我怎樣 我是幫她進入那個狀況 我幫她進入那個狀況 感激神 愛慕神 歡喜神 我又被她留意 聖靈在你身上運作 你就放鬆個人 讓聖靈繼續工作 即是我們的事奉 時時都留意 神和我們的溝通 神的靈帶領我們 感動我們 我們就聽話 而有很多人 可能有些事情卡住 譬如生命中 有些煩惱 不開心 我們都需要處理 神帶領我們 去處理這些 我們就處理了 就聽神話 放下垃圾 神感動我們去 親近神 我們就親近神 經常覺得神是最好的 大家覺不覺得神是最好的 好心信神是最好的 我歡喜神 你越是歡喜神 你就越容易有聖靈的臨在 OK 我先說的是 怎樣敏感到聖靈的運行 然後在我們的事奉 一方面有聖經的話 另一方面有聖靈的能力 一直帶著我們 我們感受到聖靈的臨在來幫助我們 我們一起起床 一會兒 一起起床 去呼叫耶穌 去親近耶穌 你就留意聖靈的運行 讓聖靈去更新我們 改變我們 我們從心底處 多謝天父 多謝耶穌 感謝耶穌 歡喜耶穌 哈利雷 在心裡歡喜耶穌 感謝天父 讚美天父 多謝耶穌 每一個都專注在神裡面 主耶穌 多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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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心靈呼叫出來 多謝天父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感謝天父 神愛著我們 神陪著我們 神祝福我們 神和我們一起 耶穌看重我們 耶穌關心我們 有耶穌萬事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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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和我們一起 主耶穌我們 喝上來 當你喝無神的時候 你發覺 神的靈的力量 在你身上 你就投入放鬆 投入放鬆 在神裡面 去享受神 享受神 為什麼享受神呢 好像呢 想著神降在你身上 聖靈降在你身上 你就享受神帶來的平安 你越享受呢 神的力量越大 太多難了 神的 God 1956 太多難了吧 去呼叫耶稣我们欢迎你 求主临在我们身上医治我们身体有各样的疾病 我们中间有身体的疾病 求主医治 有一件事很重要 你们自己要负责自己 不要跌到地下 你摇得紧要小心 不要跌到地下 你自己放松 但同时你不要让自己跌到地下 多谢天父 多谢耶稣 我们感谢赞美你 求主释放我们的灵 让我们的灵好像鹿那样飞跑 去水那里飞跑去神那里 很开心 很快乐 很轻散 神啊你跟我一起 耶稣与我同在 我要奈赞美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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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生命 我要来赞美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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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大家觉得平安、兴散、舒服 圣灵的运行 你就更加感激 神呀感激你 你跟我一起 我感激你 我多谢你 我欣赏你 我欢迎你 你越感激的时候 你会发觉勝没能力越大 神呀我们感激你 我们欢迎你 我们多谢你 我们欣赏你 我喜欢你 我喜欢耶稣 耶稣真的很喜欢你 好像面对面聊天 耶稣我现在很喜欢你 祝你 playthrough我 很欢迎你 很欣赏你 Oh Hallelujah Yes, oh J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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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llelujah 好像把里面的烦恼释放出来 把里面的烦恼释放出来 那些不开心释放出来 释放我的灵 是我能见拜祢 释放我的灵 释放我的灵 羊羞丹蛇 释放我的灵 释放我的灵 来敬拜祢 释放我的灵 是我能见拜祢 Hallelujah 释放我的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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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敬拜祢 主要释放我们的灵 叫我们全而兴省 把重担吹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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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重担释放出来 所有重担释放出来 所有烦恼 你会发觉 当你把重担释放出来 感谢神 神的同在会加强 有几个感觉到 神的同在加强 有几个感觉到 你投入的时候 你觉得加强 你就继续再去 感谢神 多谢神 多谢天父 我欢迎你 我欢迎你 感谢你 哈利路亚 你就留意心灵 如何做法 越加强 神的同在 怎样的心开放 哈 譬如 好像心飞去神那里 哈 哈 好像呼叫出来 立刻 里面呢 就有平安兴省 那你就做对了 你试一下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你试一下 呼叫出来 其实呢 都有很多个人呢 其中有一个 我刚刚放在上网的 那个祈祷啊 二慕斯兴省喜乐的祷告啊 你们有没有看到啊 就是有个人呢 他就是跟我这种方法 哈 他一放松 他就开始喜乐 跟着他本来要用 呼吸机的 他用呼吸机 他跟着不用用 就是神在强烈的同在 我们当中有些人 可能有疾病 可能有不开心 有各样的问题 你就 求主耶稣 临在你身上 叫你更大的被圣年充满 哈利路亚 多谢耶稣 多谢耶稣 好 大家持续在这个投入的状况 投入爱耶稣的状况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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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